位在平鎮工業區南風路附近 新開一家家家福餐廳 一套路餐廳 看見龜紅花紋的地磚 及鵝黃桌椅 氣氛顯得高雅且浪漫 宛如大飯店一般 整個人都還沒吃到飯呢 似乎也被這樣的氣氛給融化 店內還有小包廂喔 小包廂裡面可以容納8到10人 大包廂約10至16人 非常適合小型 中型 大型餐會 家庭聚餐等等 這裡的百萬燈光設備 也是一大賣點喔 在浪漫唯美的音樂下 紅 黃 藍 綠 酷炫燈光 隨著音樂不停的閃爍 美麗的燈舞 交織成羅曼蒂克的氣氛 更重要的是 這麼一家高貴氣派的餐廳 卻能以最最平時的價格 就可以吃到食神等級的美食喔 我們現在就位在家家福餐廳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這邊的環境真的非常的寬敞舒適 非常的有氣氛 可以說是燈光美慶分家 那在我旁邊這位來就是家家福的老闆 陳總 然後大家都稱他豪哥 那我們趕快訪問一下豪哥 豪哥你好 四神美食王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哥 食神豪哥 對 大家聽他講說 整個臭屁竟然自稱自己是食神 告訴你 他真的沒有在吹噓 我們趕快聽一下豪哥的經歷 你就知道 他稱自己是豪哥 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豪哥趕快講一下你的經歷 嚇嚇大家吧 我喜歡吃 那我本身也參加過上海私神比賽 運氣非常的好 為台灣拿下一面優勝獎牌 那因為我喜歡把好吃的東西 把它精緻化 把它美食起來 然後讓大家每一個人都有好吃的東西 可以享用 那可以平價 又可口的吃到每一樣舒適的東西 然後希望說 這個我有一個環境 非常的優雅 非常的舒服 來回饋給我們的鄉親們 那也希望大家有空 來到我餐廳 佳佳福餐廳 來享用我們的食神獎牌的美食 來跟大家一起切磋各項美食 看看我們面前五福臨門的五道菜色 這五道菜啊就是家家福 熱賣商品前五大商品 那第一道就是這個 豪哥這一道是什麼呢 這是本店的正店之寶 叫做招牌南乳排骨 它是利用這個特選的黑豬肉 然後用豆腐乳 南方的豆腐乳去醃製而成 然後經過一些特調 師傅特調的這個酥炸粉 下去酥炸而成 這是我們目前排行榜 銷售第一名的菜 就是招牌南乳骨 炒飯你愛吃嗎 來這邊一定要點這一道 這一道是什麼炒飯呢 這個就是櫻花蝦炒飯 我們特選東港的三寶櫻花蝦 然後加上 裡面有加上一些 非常非常細的這個 菜鋪 然後一起熱炒 然後加上我們這個生菜 加上這個三島香鬆 把這個用特選的毫米 吃上毫米 把它炒得香噴噴的 這個吃過櫻花蝦炒飯的人 都說讚 第三道呢就是這一個 看起來很像是 我們看電視的時候吃的那種凝嘴 不知道是什麼耶 豪哥這是什麼 牛磅片 這是我們選用新鮮的牛磅 然後把它爆成片之後 再加入特調的一些香酥粉 去酥炸 它非常的香和酥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養生 因為牛磅對身體都很好 所以大人小孩 你可以喝酒 或者小朋友當零嘴來吃的時候 都是一個非常養生的菜 對 覺得值得推薦的 是本店排行榜第三名的菜 第四道就是這一個 非常家常的竹筍 到底特別在什麼地方呢 這是我們排行榜第四名的菜 注意看一下 我們是特選 我們只用北部的桂竹筍 它已經那麼厚了 夾不起來 那麼厚 但是它還是那麼非常的鮮嫩多汁 因為它照不到太陽 是復興鄉山區的特選 特選的這個 特優級的桂竹筍 然後經過我們的雞湯 鵝湯 下去熬煮差不多六個鐘頭 然後再加上香蔥油 所以吃過的人都說 這道菜怎麼那麼的鮮嫩多汁 因為我們選的料都比較優級 優等的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鮮嫩多汁 這個是我們排行榜第四名的 一定要點的一道菜 謝謝 第五名就是這一道菜 遠遠的就聞到它很香的味道 豪哥這個是什麼 這一道菜就是我們第五名 排行榜第五名的 韭菜花草橡拔棒 我們有加入特調的SO醬 那韭菜花呢 也是一個對男生很養生的菜 那這個橡拔棒呢 就是高級的海鮮食材 橡拔棒 對喜歡吃海鮮的人 它很Q軟 那加上韭菜SO醬下去一起拌炒的話 是非常下飯的 可口的一道佐久的好菜 排行榜第五名 其實啊 剛才聽豪哥介紹這五道好菜啊 你就不難發現 在選材還有做工上都非常的精緻 而且有經過高標的標準 因為它是有經過我們 食神認證的一些菜色 所以就是各位朋友啊 有機會到我們山子頂這邊啊 一定要來嘗嘗我們家家福這些 前五大榜上有名的菜色 去體驗一下說 食神推薦的好菜 到底是什麼樣的滋味